从去年我们的新书出来之后 我就比较有时间常常到基金会跟患者碰面 在临床上我也发现了有一些患者 他其实是很怕痛 你如果一般用大力按推 患者会跟你对抗 然后你按就不能解证 然后患者因为按痛 他以后也不敢来 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 第一个我们的手法 一定要懂得怎么由清而重 然后慢慢再来深层进去 能够达到解证 这些技巧我认为非常重要 甚至在拿的工具 我们的手法几个工具 也可以稍作变通 那我们就现在进入我们的课题 我们先来看影片 他这样很轻松 也不会出很大力 只要太硬 他会跟你对抗 你就做不出来 这个我说不能用正常的 这个放出来 这个握虚前 这样就不会太累 按的人不会太累 那患者也能承受 这个肌肉也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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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微等一下 这个肌肉也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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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痛 OK 我几乎不用力 所以你们再有想用蛮力或用力 肯定妹妹是受不了 所以手比较 那个手是怎么样 轻放 我这样轻放他就受不了 但这样很有力量 所以我会调整 大于90度 有时候我会大于90度 不得已 为什么 大于90度没有力量 我如果90度正确是这样 我身体靠过去 但光这一个动作 很多人就做不出来 因为坐姿 对妹妹我认为坐姿可以 为什么 她站姿可以揉身 但是现在身对她 已经没有意义 那坐姿你们应该有学过 她这一手扶在这里 然后囤能纹对囤能纹 这一手放 然后这里大于90度正确的按法是 这样粗边 直接哦 直接沿着这一条线 我身体是直接 不是这样哦 然后这样再揉 不是这样 你们常常是直接 这样等于手跟身体分开 所以身体不会用力 我是怎样 有一点往前又往这样 整个动作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是这样可以粗边 这样90度 我就可以按 我对一般人是这样 我这样的力量 又深沉又柔 你们别看这个动作 有时候比你们再按 还要深沉 那你看第二点 第三点 所以我几乎不用力 妹妹根本不能用力 所以我现在按她 刚刚真的是标准动作 现在我按妹妹是这样 身体要不要靠过去 没有啦 因为她痛到不血 我变成这样 同能吻 对同能吻 这一手放着 然后这个放下去 身体不要 正确要靠过来 然后这样按 不正确 按妹妹 大概现在她只能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想让她痛到筋一下子揉开 那是不可能 就不要这样尝试 然后舒缓 这里是垂直下去 记得垂直下去 然后我再拨她的筋 我现在常常用这样 这样 这个力量很舒服 好注意 这个姿势叫压 因为她这里斜斜的 她一定是用身体在压 而非身体的揉镜 把攻击带下去 这个动作绝对不能出来 她不能出来 她问题要怎么排进 她做得太勤力 她臀横纹 你看她臀横纹在这里 对 她屠横纹在这里 然后她屠横纹在这里 结果她们两个是屁股对屁股 这个肯定是不行啊 你有压才会做 不用手的力量 她就放下去 她只是手来回而已 你是这样有点压的感觉 我不是这样 我这样 我整个身体已经沉下去了 这里已经化解这个 你这里还在用力 它这里没有用力 所以肩不用力 就是这样 它叉在哪里 你这样 压 这叫压 我化解了 这样就没有压 我身体放松了 我这里也放松了 然后我这台自己 你好很多就是你放松了 但是你还不懂得身体调到那个地道的位置 如此而已 那已经改进很多了 我要你的就是 刚刚上半身帮你用力已经懂放松了 但你没有找到一个支撑点 身体调到一个支撑点 这样 这样有一下有有一下没有 因为它压的不 我告诉你 你这里 你就用标准动作 你操作肩子肚子 你就是用标准的 然后来做 来大家注意它的身体 它是这样写的 我告诉你们一定要这样 然后一定要出给 好 你再继续 这样 这样就有 是还是真实的 这里有两段 第一个是头部的 头部原始点 尤其是耳后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第一个视频 好 第一个视频 我们耳后的拿的工具 原本应该是这样 我们的手拿的工具 本来是拇指还有中指 顶在食指 那这样顶 第一个力道比较大 所以患者 尤其像重病患者 他轻痛就痛的时候 我们的手法就可以稍微做改变 把拇指 放开 那放开 那个拳头 一定要握虚拳 不能 用力握 用力握 那就会很僵硬 很僵硬 你按下去 患者一般受不了 尤其重病患者 尤其重病患者 轻碰疾痛的话 一定要用这样的手法 那这样的手法 操作者 因为把拇指放开 然后又或虚拳 也比较不容易酸 工具 在使用上 也比较能够轻柔 而患者也比较能接受 这是在对于头部原始点 耳后 我们如果遇到 轻轻一碰就痛的时候 我们那个食指的工具 就可以做如此的改良 这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他的按推的方法 是一样的 都是用前头左右摆大 那这样患者慢慢 就能够松开 他也不会跟你对抗 然后揉一段时间之后 他真的松了 你才可以慢慢 稍微用一点力量进去 那这个食指的工具 这样拿开 除了头部原始点 可以这样按以外 还包括我们的 轴部原始点 我发现有些人也是 你用力一顶进去 他就很痛 那这时候也可以 握虚拳 那食指顶盖手肘上 那拇指不要固定在食指上 像现在这个工具的变通方法 这样去按推 头部原始点 我发现患者也比较能接受 所以记得是要握虚前 好 那这个头部原始点 我之前还看过有 在大陆有一些学员 竟然用拇指 侧面去按 这个动作是不行的 侧面第一个 他按 不容易按到位 然后有时候要深层也弄不进去 然后他力量也是 有一点用蛮力的味道 不可能像我们握虚拳 那拳头他还可以碰到 那个我们的原始点的时候 还可以有弹性的伸缩 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改了 他想方便也改了另外一种方式 但又不能达到解证 所以我看现在大陆还有人 竟然有人除了头部原始点按耳后 然后他因为不能解证就又开始乱扯了 就是说原始点除了耳后要按 还要按头部的哪一个点 记得这些都已经是 因为手法自己本身就有错误了 然后又想来解释原始点 然后越解释又越偏差 甚至他自己又自创了 一条脊椎七处之外的另外一个点 像这样的这样的推广就失去了意义 因为为什么他不但不是在推广 他根本是在毁坏原始点 那这一段时间因为也理论上 我不断一直跟大家沟通 那临床上比较有时间在做 也听到一些所以也是蛮感慨 这些手法如果要变通不是不可以 工具还是原来的工具 但是像这种改良式的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要改良到 连我都看不懂 比如用我刚刚讲的用拇指侧面 竟然有人这样 那拇指的侧面我自己也按 那个都是蛮力的 一定要用蛮力才能按进去 而且即便用蛮力 深层也按不大进去 所以他们因为不能解释 所以就自己说 头部原始点光按耳后还不够 还要按其他的点 就是耳朵前面的一些点 我有听说 那这些人本来也是在做公益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明辨是非 遇到这种自创的 或是跟原始点已经走偏的 一定要慎重 他们讲的已经不代表基金会 甚至我认为 他们是在毁原始点的法 所以在说法上 我说可以变通 但变通一定要轻巧 用原来的工具 不要自己又用一些其他的 比如拇指的侧面工具 这样去按 这样解不了症 然后又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解不了症 又扯了很多 然后原始点的手法就变夹杂了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 也是蛮感慨的 好 我这个头部的原始点 也就是食指的工具的变通方法 我最近这样用 我患者用的蛮多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发现有时候 肘部原始点 用这种工具按 也发现还蛮不错 但肘部的原始点 也是用食指顶进去 那工具也是拇指可以放开 你如果要按推轻的时候 不要那么重 就可以用这样的手法 但是它不是左右摆动 前头是上下摆动 这个跟头部原始点 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就 手法的轻条 尤其食指的工具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 是臀部原始点 臀部原始点 我们记得一定要从宽骨 就是那个宽骨 也就是皮带 那地方 我们裤管 皮带那里 所以有时候 很多人低一点都按不到 也就是宽骨 你一定要摸到宽骨上眼 然后拇指稍微往下调 然后顶进去 那才是第一点 结果很多人低一点都没有按 我发现在临床上 很多人低一点常常按到 都已经臀部第二点去了 太下面 第一点我发现临床上 还是有少数患者 尤其像小腹痛的人 小腹痛的人 有时候你按臀部他没有好 他原来他的痛点都在臀部的低一点 低一点 所以低一点你lose掉 你即便腰椎按到最后一点 尤其小腹痛 痛到齿骨上眼这里 那他跟臀部原始点是很有关系的 那有些光按腰椎下背部 腰椎是绝不了症 所以我们按臀部的时候 一定要把第一点找出来 那另外因为有些腹骨沟痛 甚至齿骨痛 那我们早期除了按臀部 都还有可能在按间椎部 那我这些日子的体悟 我现在间椎几乎很少按 我发现间椎跟臀部 它的位置其实是有交错 所以你只要臀部真的把每一点都按出来 一般症状就可以解决了 那我也问患者 我做完臀部 再问间椎 他们当然也觉得间椎再做更好 很舒服 但是我一直在反思 间椎的问题 跟臀部差不多在第三点左右 那你都是交汇 那这个交汇 你事实上臀部只要有揉开 我们照原理上臀部揉开之后 他对整个旁边 旁边都有解症 旁边下面以下都可以达到解症 那这样说你间椎能管到 臀部事实上也都能管到 在理上 所以最近一直在反思 如果臀部能够做得到位 我相信间椎即便不按 也应该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大家不妨这样做做看 尤其从书本上写完之后 最近一直在临床上琢磨 也在看过去我讲解的一些手法 那最近的体悟就觉得臀部确实 臀部原始点 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第一点 那再来就是臀部整排按下来 我发现间椎似乎也可以 这样对大家在学习上 又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 所以原始点应该是怎么样 化繁为简 越来越简 刚刚大家也有看到 那个是坐姿 我发现臀部原始点 如果你要按以轻柔的手法来解症的话 那坐姿是蛮不错的 那坐姿还是要照我们原来规定的 就是屯横纹 对患者的屯横纹 这样坐下来 那坐下来之后 你那个工具 本来我们要求都是90度90度 就是那个下臂跟手肘 跟上臂那个要有90度 那上臂跟我们的腋下 那个也要有90度 就是像现在图这样 那这样的力量是 只要你用身体轻松的按下去 就可以达到深层了 但是有些患者重病患者 你标准动作即便这样 他们都受不了 那这时候你就身体不能往前了 甚至那个手上臂跟下臂 那个角度要大于90度 这样就能够患者就能够觉得 这样他们就能接受 而且也感觉很轻巧 那你也不用用力 只是时间要稍微就是来回 时间要久一点 譬如每一个点就不限定在三秒 因为你大于90度 然后手肘又比较轻巧的话 有时候按个三五分钟 那这个都是被允许的 那刚刚这个我们志工在按就是 第一个最容易犯错就是臀部 跟患者的臀部病在一起 刚刚下面也有你志工这样做 但这样就不行了 他的手法因为他做到太前面 所以臆下跟上手臂部 上臂他的角度就夹死 夹死就不容易揉出来 所以他一直做不出来 患者也感觉不舒服 所以这些都是小动作 所以我们说臀部的按推 你看他做太前面 然后上臂跟腋下他夹紧 他几乎自己夹死自己 所以他很难推动 然后又用一个侧面进去 他不是身体靠过去 那这样斜斜的靠过去 就是用压的力量 所以患者也觉得不舒服 所以这些都是临床上 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那臀部我也遇过很多 有些患者真的很痛 你一下子要做到标准动作 坐姿他都受不了 何况有些人一开始就用站姿 那站姿的力道又比坐姿大 你这样站姿如果动作一压下去 那患者就更痛 我们现在的手法也就是在推广的过程中 我看各地很多就是因为力道 还有工具掌握得不大好 所以患者不但不能解症 甚至按完他会更痛 那患者就不敢来了 这样的患者我也遇过很多 所以基金会就是从去年底 我书写出来之后 就开始培训 那培训我发现临床上 似乎遇到各类的患者 那我们是以病为师 所以这些工具知识 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可以因不同的患者 而稍微做变动 那有些患者如果怕痛 一定要以病为师 不该用蛮力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轻巧 那我们原来的知识 你如果做得很标准 再稍微变化一下 那我相信很多患者就可以做出来 那如果你用蛮力会有什么现象呢 你太大力 患者臀部马上分紧 那你分紧 你用再大力他更痛 那更痛你越不容易结症 反而患者对你没有信心 然后你越做又做得很累 那最后患者也不再来了 这些都是在学手法的时候 我必须注意 所以我说有些人一开始学原始点 学的都硬邦邦的 然后都用手的力量 我在基金会 严禁他们用手的力量 我说你只要想用手的力量 通通是蛮力 你的力量一定来自于身体 那像坐姿一定来自于上半身 那站姿一定来自于下盘 下盘就是从臀部以下那个腿怎么站 那站法怎么样把上半身的身体沉下来 然后整个工具不变 上半身跟工具不变 然后靠下盘沉下来的力量 把工具带下来 那这样很自然 我们的工具就可以达到生成 那你也不能用手的力量 那这样患者就不觉得会有压迫感 那如果你是用身体去压 或用手用力再来回按推 那患者就会有压迫感 那有压迫感他奔紧了 你绝对揉不到深层 然后想越揉到深层 你越做不到 而且患者奔紧之后 反而患者就伤害到 所以这些都是我在基金会 这样长期观察下来发现 一般志工容易犯的毛病 那我这里看到的 我相信世界各地在学的 这些不管是观看影片 学习的一般观众 或是推广点的志工 都有可能会犯这样的错 所以利用这一次机会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些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些细节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